网友po出了一张泛黄的日志时期保单 像这样被遗忘的成年保单 没有请领的理赔金 居然超过了百亿元 究竟要怎么帮家人找出这些成年保单 也要追回自己的权益呢 请看我们的报道 这张泛黄老照片 仔细一看上头写着养老生命保证债卷 没想到竟然是张日志时期保单 网友直言应该价值连城 其实像这样一夜没在记忆的成年保单 恐怕还不少 军管会议最新公布 历年累积未领的保险金就高达百亿元 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民众 应该来请领的理赔保险金 却没人来拿 如果说本身不是受益人的话 那应该是被保险人的亲属 所谓亲属可能就直系或者是配偶 或者是父母父母亲之类的 那这样的话他可以申请到亲车出来 但是申请到亲车并不一定代表你可以领到死亡保险金 简单说倘若家人过世了且不知情是否有保单 那么家属到护证事务所办理亲属死亡登记 同时向受监工会申请查询保险金或是进入受监工会网站 还是保险事业中心网站查询保单内容 不过专家也提醒想要领到保险金一定要具有亲属关系 并附上身份证银本 储户户籍等资料 有些冷凍的关系 致演的只能保险金 好,我已经注重了 员了 专家的注意力 本来的な